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以及契赫夫并生 短篇小说三大家 乌亨利资料图自诩为纽约400万小师民中的一员 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乌亨利本名威廉·希德尼波特 在其49岁的短暂女生中 大部分生活是十分困顿的 他早年曾经做过药剂师和银行的职员 还曾编辑出版过杂志 也当过新闻记者 时常混迹在小酒馆 小客栈 公园 贫民窟 所以他笔下的小人物描写得十分生动 1896年 他在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 当初纳缘期间 被指控到用公款 在入狱期间 就用欧亨利这个笔名向杂志投稿 后来爱妻的去世和之后下一段失败的婚姻 对欧亨利的打击很大 所以这种生活上的步 性让他的文风变得更加透彻 和带有一些社会批判性 欧亨利的作用 欧亨利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